合併地区是台湾歐摩尔第三大生產基地 引出合併地農會上當中是歐摩尔生產的各項設施 為經濟尊養到精油的聽述 合併地農會不斷在找上新上有後路的方式 今日又開始請來全家家的農民離合風在歐摩尔北塘海 台上農街中全家廖君達普斯登在港市 胡麻上官北塘海的地下 台下農民為了自己的農族能不能受到遷海 也都相當認真聽說 就今天一個沒注意到老高重要的過程 因為昨日農事能讓自己的農族增加生產好路的課程 今天我們在國民農會的這邊 我們來港口的重點是真對這個麻 它在財富的過程中 它對著一些白海和湯海 譬如說白粉白、黑咖白 湯海的部分 譬如說在都或是爺爐的白湯海 在麻的財富的過程中 它會如何對麻造成傷害 再來更是它要造成危害的時候 農民要如何來做風疊工作 風疊工作的部分來說 有針對化學油這個部分的做介紹 針對一些安全的住宅 就是說不是化學的東西 讓大家用比較安全的方式去栽培的這個麻 因為我們知道麻油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我們用比較安全的住宅去做風疊的工作 所以生產的麻油本身它就是沒有農油殘留問題 也讓我們消費者吃得健康會比較好 再來以外我們還會針對一些 我們最近很新的一些維生物的主宅 維生物的肥料還是農友來介紹給農民知道 讓農民去選擇在我們產地來使用 為了讓農民生產業能夠繼續提升 合併農會也很努力 在了引進臺蘭一合的農民 也找到新社基海法將在風疊來提升省散考慮 合併這邊的10年 很多東西有種技術上的問題 以及平堂的風疊 所以我們今天轉天 邀請該農民的廖博士來給我們上課 讓農民一個了解 可以在財產的財產過程當中 可以修正得好 平坦海加少 用農油量比較少 達到友善耕作 農民的收入直接關閉到農會發展到收入 他們主角的農會都盡量 卻做當地農民改善生產考慮 因為科技不斷進步 要將收入改善生產考慮 農民也應該得到還是新的地績 新俊華新聞 利明洪 何必 彩虹 伯登